欢迎回来 保险当然是一门学问 除了每个礼拜告我们节目之外 如果您平常有跟保险有关的问题的话 现代保险交易事务金会 成立保险交易者服务中心 可以来服务观众朋友们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三的下午 您可以打电话到 0288665238 线上会有义务的顾问可以帮助你 或者您平常可以上 现代保险资讯网 把你的问题写下来 义务的顾问也会协助您来处理的 我们后来刚刚提到认证的问题 我想初步听起来 认证过程真的很困难 我只想问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们的保护真的从国外回来了 那它的单据是没有经过认证的 那申请里面的时候 你们一定打退票吗 一定退票吗 还是你们会有什么融通的办法 所谓融通的办法 其实就看这个病情 或者说这个事故合理性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保险其实讲起来都一样 大部分的客户保护都是善良的 所以说有一些 他真的没有取得认证回来 我们保险在服务客户的立场上 多半就都会做一个给付 当然除非这个事故的话 它的合理性是刊律或值得探讨的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他取得认证 占据的真实性 公平性 我们才要做给付 还是这样 好 那我们在海外就医 常常会牵涉到一个回到台湾来以后 要向健保署去核退 那这个跟我们 不管是上医疗险 或者我们今天在讨论的 吕萍险里面 有牵涉到医疗的 会有什么样的互动吗 一般来说 如果是国外的话 因为毕竟出了国内以外 就没有所谓健保身份了 所以如果国外的单据 假设是1万美金好了 那这个回到国内的时候 就有两种状况了 如果你有买履贫 那就没有核退的问题了 那就根据你履贫险的额度 来做理赔 但是你国内你有买个险 那因为个险 所谓我们买个险 是针对我们台湾的 健保制度来设计的 所以如果要申请个险的部分 那就必须由健保局核退 健保局会开张核退的证明给你 那这个单据 再来跟保管公司申请 那如果没有经过这一关的话呢 那就每一家公司打的折扣就不一样 有六五折到八折都有 产险公司也是这样做吗 也是这样 有这个原则在 那当然也有可能有一种情况 比方说我在海外 真的是突发一种很紧急的疾病 结果在海外就确诊说 我可能是得了癌症等等这一类的 那我在台湾有保癌症险 或者重大疾病保险 那我回来以后 可不可以拿国外的那个东西 回来台湾 就申请出示例来给付 或者说重大疾病保险金 基本上我们还是回归到原点 就是说你在国外那个 因为这个认证的目的 你必须保护自己 那也是证明自己的文件的真实性 跟公平性 那么它回到国内来 既然主持人已经提到说 它是癌症或重大疾病 想必是必须要继续接受治疗 所以接受治疗的话 那当然在我们自己国内的医疗院所 也会针对这个病情做一些说明 来佐证你之前你的病情的演变 是在旅游期间就有可能是发生的 或者有这个事实 那当然保险公司就会 就会给付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金 对 那我刚刚提到说 旅评险是很容易被拿来炸保的 我不晓得在产险公司的经验 是不是也是这样 那为什么 其实在过往的经验里面 确实我们也看过一些案例 那当然在整个 从整个层面来看 确实我们一般在购买旅评险的时候 一般的有心人可能会因为说 其实我们保旅评险 第一个手续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方便 你很容易就购买这个保险 那当然因为你 旅评险它的天数是短天数的 相对于你要付的这个保费也比较少 所以从我们过去经验 是有一些案例 是一般的有心分 只是用这个旅评险来炸领这个保险金 旅评险现在投保的额度有射限吗 一个人 为了预防到底危险有射限 好像最高是2000万 你说一家公司还是一个人 一家公司 最高可以保几家 2000万 基本上好像没有限制 除非说因为现在连旅评险 平安险都有通报 通报的话还是会经过 保险公司一个合保来看说 你要不要承担它那个风险 承担的话就是发生事故 你就要去面对 我们产险公司的经验值也是这样 就是说每一个人最高的额度 当然看各家公司的一个政策 但不过有一点就是说 举例像刚才我们谈到了 如果你是要买一个人额度超过2000万 依照我们现行的法定规定 跟要求我们自己的内部规范 那我们是要针对这样的案例 做所谓的财务合保机制 看看你真的有赚这么多钱吗 但是通常在理赔端 你们怎么样去感觉到说 这个案子有问题 我们一定会先去看这个事件 它的合理性 我们要去评估这个事件合理性 合不合理 所谓合不合理就是说 比方说他一个肺炎住30天 比方说我们会去看他 是不是一保了以后没多久 就发生失误 而且就像刚刚通报来讲 一看同保同业多加 保额都是1000万2000万 然后一统计出来 六加七加 总共一亿多两亿多的一个标的 那这是我们会考虑的 但是大部分人 他会利用旅行平安检 就是因为去一些所谓的大陆基于 或其他的一些境外的话 我们调查上来讲的话 是有一些困难的 取得这些是比较困难 再加上如果说这个犯罪人 就是说这个嫌疑人 他跟当地的一些医疗机构 或者器官去做一些这个结合的话 其实我们是很难发现这些东西的文件的真伪 再加上刚刚讲一些认证程序 是比较是不容易的 就会有这一方面的困扰 风险经纪人是代表保护的 所以如果你的保护被怀疑说 可能炸保 你会怎么做 我们不仅要协助客户澄清 也要协助保险公司 把这件事情给公正就对了 那你会相信客户吗 相信客户吗 我想我应该也会要 我们还是 还是要追求事实 对我还是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主 我们还是要追求事实